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很多粉丝 是不是你找回来的? 我是有些机会去折腾她 你看她刚才说 是不是? 你太太第一次看你演讲 是啊,第一次 你刚才说,姐夫就说 不要叫她上去 我不会叫她上去 但是我会问她 喂,你收不收货啊? 阿庄太,收货啊? 你儿子呢? 我记得你儿子就这么说 他说 有一次中大邀请他演讲 他就不肯去 你的儿子就骂他 就说,有没有搞错啊? 你在中大毕业的嘛 老师叫你都不回去 他就走了回去 他的儿子就去了厅 你儿子还说了一句话 那句我不说出口,你说 那句话就是说 老师叫你回母校的演讲 那么少事你都不做 你是不是人来的? 让她自己讲 对吧 他儿子回来之后 听完之后 他就说 蛤? 你讲这些? 好闷啊 都听了20年了 所以我 你太太真的找得对 她听了你20多年说话 她都还说收货 所以真的忍你们这么恩爱 是啊 是啊 我今年刚刚二十五周年 我知道 所以我只是说了 二十六周年 喂,我们先讲讲世界杯 现在讲什么? 你喜欢? 你在钓鱼的时候 我们现在谈阅读 没有规定要读哪本书 但其实我拿了这本书上来 这本书是我们大家都看过的 你就看了一百页 我就看了 但是为什么我要讲这本书呢? 本来我们是不讲的 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喜欢她的那本 Outlier Outlier Tipping Point 又或者Bring 好了 为什么讲世界杯呢? 因为你就想荷兰输 我没有想荷兰输 喂,你在Facebook那里真的拍了出来 Ferguson大家e,赢了赢了赢,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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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把荷兰输 claps 你怎麼有辦法偷雞呢? 你整場就用一種方式的柴子球去打贏他 其實當日的哥斯特尼加對荷蘭就是這樣做 所以我認為對最後他應該是不會贏的 因為歷史中告訴我們 正如你所說 不可以靠一次的工具輸打贏 不過我真的想罵你 我其實本來介紹的時候我漏了一句罵你 就是我們做出版的 他二十多年來都不買一本書 是不是?這樣不是很對的 不過我覺得這樣 其實一年都是三千萬的 工立圖書館可能因為 版權追究的責任 現在的書商要政府給三千萬 我贊成他們應該必須要給版權的 但是石先生我來那裏寫卸論 就說了在情報寫卸論 就說哎呀那些書商 不要緊要啦 文化是要三千萬分下去也不是很多錢 我想夠彭志銘那些 或者花千樹那些賺到食的了 花千樹就不用了 大把錢 都不是那個 彭志銘其實大把錢 我們幫他的遺商 糟了他錄音 彭志銘那些正在執行的 誰說呢 我做出版的 不過我們講一下書 好嗎? 喂我想問 李天命為什麼你喜歡他的書呢?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他? 那些書 我們當時幸好李天命 是我們中文大學的講師 我們近水流台而已 在2004年的時候畢業的 我們其實當時已經知道 他打遍天下無敵手 其中一個最精彩的 當時我們入迷的 是一個 有一個不知天高地口的浸會教授 應該不是教授 就在文章寫了一些文章 攻擊李天命先生 然後李天命就忍住 忍住又可以去說 說了幾次之後 無端端 終於被一些 不知道學生還是什麼 慫恿他 就把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沈煙成 什麼煙成 梁煙成 就數到 一民不直 裡面講的那些 所謂的邏輯 不知所謂的邏輯 我們那時候開始沉迷他 又看他一本 他最第一本書 而且他還有一個很棒的 他寫的一些詩篇 是很優美的 他的《韓武記》 那些詩篇是很優美的 那時候又要邏輯勁 又要打遍天下無敵手 又要令到你的詩篇上都敗福 那時候其實我們是崇拜一些聰明的人 於是從那時候開始就看到現在 他有一本書還未出 他還有三本書被出 他寫好了 去年我們見面的時候 他就說11月會出 我跟他吃飯的時候 他就說3月會出 2月來的時候 他太太就說 5月吧 但是今年還未出 我認真的 如果到時候你安排得到我 我真的會跟他玩鞋 但是你玩不到 你玩到一隻 OK 因為郭泰的行政總裁要玩另外一隻 OK 因為我剛剛在飛機撞到他 他又說了這番話 還有徐元周書包 是啊 我們就分工了 到時候有人斟柴 有人玩鞋 有人跟他拆些蟋肉 其實我們這樣說 你們可能會覺得我來懶熟 懶什麼 懶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裡要說 如果你好像Daniel 或者像徐元 或者像其他人 你喜歡一些作家 你在他身上 或者在他的文字裏面 找到某一部份的你自己 你是會願意 有那種謙卑和卑躬屈室 所謂的玩鞋 或者跟他斟茶滴水 嚴重沒有問題 除了李天命之外 還有誰呢 很多 這陣子喜歡 我剛剛 這陣子 原來你有牌子 有期的 有時期的 有時期的 我有一個作家 其實我以前都很喜歡看他 不是最近的 2012年出的書 叫寧人往事 都是一些 張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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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他之前的最後的貴族 那些是很好看的 但是不是很喜歡看 當時的一些 這樣的傷痕文化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的一些悲慘的東西 今天一直沒有再看 最近牛津的一位朋友 發了一本 寧人往事過來 很好看 剛剛看完一本 叫做西山上樹 叫做絕對的靈 講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的一些神風特兵隊 和當時海軍陸軍的一些 我講日本的 不知所謂的一些安排 是我們今天太平盛世的人 不是很理解當時生命的意義 是寫得相當感人的 所以這些就是會喜歡看 如果你是舊作家就多了 舊作家的 到今時今日 你說你拿著那本 我會建議你 如果喜歡看經濟書 你可以看 一個叫做 Steven Levic 中文我不知道 一個叫 Jonathan Rainer 都是很值得看的 其中一本書很出名的 叫做 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 中文我不知道 有中文譯本的 是很好看的 不代表你喜歡什麼題材 是不是臥底經濟學 好像譯做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要先檢查一下 不好意思 可能是的 你剛才提到南懷錦 因為你有幾個作家 要追蹤他一生 我們都講講這幾個作家 等大家離開的時候 都真的覺得 這個人講了李天明 《聖經》 《聖經》 你就講了 那 就 你認為 為什麼 《老子他說》 這麼重要 《聖經》 我其實不知道 《聖經》 你找一些你自己喜歡的 而南懷錦 他最重要的地方 他就不是講 考具 究竟《道德經》 講什麼 或者解釋 而是他用了當時的 社會 當時的歷史 的場面 去解釋很多 《道德經》 寫出來的 這樣的狀況 小時候不懂的 老實說不懂的 包括我剛才介紹過 林宇棠寫的 叫做《老子的藝術》 我看過很多次 我還記得我本書 這麼寫的 第一次看就不知所謂 第二次看就嘆為觀止 第三次看是怎樣 第四次看是怎樣 每一次看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 跟自己的工作 跟自己的家庭 跟自己的朋友 越來越多相近的東西 你就會很奇怪 為什麼2580年前 一個相傳的人物 叫李爾 他寫了的說話 在二千多年之後 原來跟你現代的生活有關係 你就會覺得很有趣 而在裡面當中 你知道到 究竟有沒有李爾 這個人都不知道 有很多考據上高 你就會覺得 你忘記那個考據 你只是說一句說話 你自己是不是 探為觀止 或者自己認同就可以了 於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自己認為 是我看過的雲雲 那麼多個寫《道德經》當中 毫無疑問南威錦 那些文字容易看 於是有時候 應該從二十年前開始看 但是南威錦出了很多書 很多 論語 論語別財 對啦 佛教 道教的發展史 很多東西 論語別財是很多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人看過 大家可能不會看論語別財 可能看《易中天》裏面 或者《瑜》 《瑜旦》裏面寫的一些 簡單到無倫的一些 叫做漢漢經典 那些不要看啦 如果真的要看論語的 你就必須要看《論語別財》啦 我想問你也引了一句 就是《道德經》裏面有提到的 就是 我有三寶 持之寶之 一若持若劍 三若不敢為天下先 你怎樣解釋這幾個呢 就是怎樣應用到 每一個人的性格 每一個人的性格很不同的 我是一個很懶散的人 我是一個基本上 人生被做過太多計劃的人 但是 無論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有兩件事不能夠忘記的 一若持 你要明白 這個世界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條件 有人好 有人差 你必須要有持愛 你必須要尊重生命 持 第二 二千多年前的時候 他就已經教導人 二若劍 劍是什麼呀 摺劍 愛惜這個世界 你留意一下 在中國歷史上 真真正正救得到 一個衰亡歷史的 一個王朝的 永遠都不是儒家 必然是 道家 道家在那個過程上 叫做 愚民休息 其實 一切來自於 都是個劍字 第三個呢 跟我的性格一樣 不敢為天下先 今天有很多人認為自己說的話 必然優於其他人 當有人支持佔中 我哪有人反佔中 其實反佔中 是否愚蠢 人家想做一件事 關你鬼事 那你就說我不讓你做這件事 到時候要知道 其實大家一起合法做一件事 就可以了 不過其實 大家在講非不合法的事情 他們叫做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做不做呢 你自己決定 我兒子說要去的 我兒子 不是我 於是我要看自己 自己喜歡的決定 那你給不給他去 給 阿媽呢 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吊雨 他就發了一張照片來 那張照片就是在排隊 出不了維園 我不知道大家 我又是否在這裏 出不了維園 於是他就告訴我 他在走維園 他之前沒有跟我說的 所以這個世界的人是傻的 誰的兒子也沒有去走 誰的兒子也沒有去走 誰的兒子也沒有去做什麼 那個兒子做什麼 關你什麼事 18歲以上關你什麼事 成年人來的 成年人為了自己做的決定 於是他就知道 什麼叫做決定 我們第四個 除了聖經之外 就是講蘇東坡 蘇東坡最喜歡的 那其實 為什麼 首先講你為什麼 喜歡蘇東坡 我呢 讀書很差 但是我有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不錯的人 什麼不錯 我是相當樂觀的人 我基本上一生都應該試過一次失眠 我不知道人為什麼要失眠 失眠完之後 明天的問題就解決得到 蘇東坡也是這樣的 他很隨悦如安 他是很樂觀 很豁達 他試過有一次被人貶去雷州 其實跟著他去海南島 他跟他的弟弟子 一齊 去到一個地方 在那裡就要分手了 去到一個庭上 那個庭上 跟著人家就叫了一碗麵吃 每人一碗 但是其實呢 他當時的一個 他用他的文字描述 這些豬是豬 豬鹿 豬鹿的意思是豬哨 他的弟弟就覺得 哇 他堂堂當時是朝中大官 於是乎摘廚而歎 就說 這些哪是人食啊 跟著抬頭看得到 他的大哥在那裡吃 他當時落泊江湖 居然在我的時代 我一天 去海南島等於九死一生 他仍然吃那些豬哨 吃到抬抬聲 你行不行啊 我不行 於是在一個過程上 原來這個世界 真的有這麼神奇 這麼樂觀 這麼豁達的人 還要跟著他 他們本身對文學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當你背得到 前赤彼腐 扯乎天地之間 是否各有主 一直背下去的時候 好像唱歌 你晚上發夢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太太有沒有聽我說過 但原來那些文字 是真的可以這麼優美的 我小時候背 我背蘇通波的書 我背的時候 不小心 就是在兒子面前背 到我今天 忘記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給兒子 左軒黃右 勤倉 感冒雕球 千萬捲平鋼 下一句什麼 問我兒子 我真的記得了 於是在過程上 你欣賞了文字上的優美 不小心 令自己的文學可以上升 所以請你記住 是1036年 死於110 這一年 男人特別容易記日期 但永遠忘記結婚週年 除了你 在那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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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 在那兒子 判該 出馬 取緣 寶櫃 滿身的 實體 好 請慢